Shradin与阿诚是阿特茶水间的地头蛇 你要继续被老板压榨还是来跟我们聊天呢? 建议大家偶尔偷懒一下与我们轻松谈论平时生意南下宴的艺术吧 欢迎来到阿特茶水间,我是Shradin 我是阿诚 今天又邀请到一位不是流浪汉啦 终于是一位艺术家 诶,对啦,因为流浪汉也算艺术家吧 艺术创作者,从业人员 对,不能再曝露太多了 好,那我们就好啦,就直接请王公泽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 大家好,我也觉得我还在流浪 还在流浪,还不想要在同一个学校固定流浪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一直要往返两地 就是我住北部嘛,我就要往返北部跟南部 那这样子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好长一段的年龄 所以现在还是,Oh my God,高铁 对 好可怕,这边离高铁站很远耶 我要骑45分钟,而且不能骑太慢 对,然后去 所以机车放在高铁站这样哦 对,因为车子够老,没问题 不怕 对,不怕 只怕抛锚而已 那很怕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王公泽老师 我们今天其实主要是要来聊说 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放在我们的题库里面很久了 不敢聊 对,我们不敢聊 我们不敢自己在那边乱聊这个 就是今天主题 诶,会不会太快 进 还是再闲聊一下 硬聊,闲聊 可以了哦 诶,今天咖啡好喝 好啦,就是我们今天要聊说 抽象绘画到底是什么鬼 对,很难吧 还是其实还好 我自己是觉得算是一个蛮大的题目啦 对不对,是吧 是很大,因为我们就直接问抽象艺术是什么 就跟我们问艺术是什么 是一样 比较比那个小 但是一样很大 对 所以 来 为什么会觉得很难 是因为大家一看到抽象会觉得说 我们看不懂 或者是在 不管是 呃,是不是艺术相关的人 其实都会有这个疑问啦 或者是他们不喜欢抽象这个概念或议题 表现形式 他们可能都会有这种疑问 那,可是抽象好像又 对啊,像是刚刚说的是一种形式问题 那为什么会很难 对啊 其实我觉得最常听到的是看不懂 然后说那些微笑 好像没画 你是不是好像没画完 诶,你画完了吗 我最常听到这句话 诶,你画完了吗 你没画完了 还需要跟你讲吗 对啊,就是这样 那其实抽象艺术哦 嗯 它在美术史当中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点 因为过去艺术从来没有真正抽象过 嗯 有抽象的概念 很久就有了 可是它真正成为艺术表达的主题 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很震撼的 嗯 因为对整个美术史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作用 嗯 那呃,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 就是真的 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嗯 然后它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影响 怎么影响后面整个艺术的发展 啊,它到底启发了什么 然后它到底 那我们要如何去欣赏抽象艺术 像一般的民众 甚至于美术系 呃,已经从事创作多年的人 都未必能够很深刻的去欣赏一个抽象艺术 那它有没有脉络可以追寻 有没有方法可以进入 有的 好,待会我们可以继续聊这方面 嗯 可是我觉得很怪的是 抽象艺术它发生 其实已经也一百多年了吧 到现在还是不是一个很普遍 大家可以很快欣赏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也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怎么会已经这么久了 然后大家还觉得说 哦,这是什么很难的东西这样子 嗯 对不对,很怪 其实你看就是因为抽象的东西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但是我们眼睛睁开 你从小到大 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具体的 对吧 嗯,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很天然的 可以接受东西是具体的 嗯 可是不容易接受东西是抽象的 你即使是一个小baby 你给他看一个抽象东西 他也会满点困惑 但是你如果给他看一个奶瓶 或是一个苹果 他就有反应 这是人的本能 嗯 跟天性 所以跟抽象艺术 它已经诞生多久的没有关系 这是跟人的天性有关系的 嗯 对 所以抽象艺术呢 它是需要经过学习的 它是需要经过一些锻炼 才能够把眼界拉高到 能够欣赏抽象花 所以他并不是有办法让所有的群众 就能够好像接受其他艺术的门类一样 这么容易可以接收 他确实需要一些锻炼 对 我觉得这好像就跟你可能先天是看不到 或是听不到那个状态之下 你突然有一天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 突然看到光了 听到一些声响 你会觉得说那是什么 开始会有些困惑或者是疑问 甚至会害怕 因为那不在你熟悉的一个范围 经验 对经验里面 嗯 所以说要抽象艺术 或者是抽象画 其实第一幅作品 我是查网路才知道是这一件作品 康丁斯基吗 对啊 诶 课本里面一直都是写康丁斯基啦 但是后来我在找资料的时候 有找到一个瑞典的艺术家 希尔玛克林特 就据说他才是第一个画抽象画的人 不过他 我自己看了他的作品 我想他没有被编列到美术史里面 可能有几个原因 一是他是女性艺术家 然后在那个1910 20年代的时候 可能还不是很受尊重啦 女性 然后还有他的 嗯 作品不是在主要在讨论剧象的抽离 像康丁斯基他是不是在玩一个造型的 就是 他的作品还不是在讨论形象的问题 他是在讲那个精神上面的 反正他就是有一些很多宗教性的 象征的符号啦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以康丁斯基为主好了 那 老师你会怎么看康丁斯基 呃 你知道 康丁斯基他进到抽象绘画的表达 他其实 是有一些故事的 他不是一脚踩踩进去的 没有那么容易 他跟大家一样 没有那么容易 他很晚提笔 嗯 那他本来是学法律与相关的东西 他去看完当时是属于前卫的 印象派的绘画 他看到一一整票的墨内的稻草堆 一个系列 他看完之后 他出来是有一点点不太高兴 满脸困惑 他说怎么可以画 怎么可以画成这样 好 因为印象派在当时是前卫的 他他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古典的一个概念 在看这些抽象画 所以他就变成难以接受 说哇颜色怎么这么的鲜明 然后轮廓这么样的放松的作品 可是其实他心里面是被震撼的 表面上是有点困惑 有点点愤怒 可是他是被震撼的 这是他的第一次经验 第二次他回到自己的画室的时候 有一张画 他觉得这是谁画的 超棒 怎么这么有意思的一张画 可是我看不懂那张画是什么 结果他发现 是他自己的画 放反了 当他放反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抽象的画 他这几次的经验 让他意会到 其实抽象的东西 他打破了他像什么这件事情 好像是成为一个可能 这个可能性成为抽象艺术的开端 他开始从事所谓的抽象画 但是他也担心 他担心说这样子的开启 会让艺术变成一个无法界定 你无法评评他好与不好 没有规范 所以大家无所适从 因此他做了论书 他写了什么书 艺术的精神性 对 他写了什么 点线面 他要把这些抽象的语会呢 能够变成有一个学理 是有一个研究依据的 而不是说你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 各说各话 所以他在这方面很有贡献 他这两本书到今天 你在坊间还买得到 对 就是教科书 他现在就是教科书 对啊 大家都把他拿来当那个美术系的 或是那个什么 美术班一定要看啊 对 就很像变成一个基础训练的感觉 那我再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 他开启的抽象画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 起了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艺术 不论是从最早期的古典的东西 到了这个比方说 印象派 现代绘画的开始 整个的艺术的开端 跟前跟后的关系 他都始终在于描绘 在描写 他可能从描写宗教题材 变成描写这个贵族 然后慢慢走入平民 或者是说画一些人的居家生活 他始终不会离开描写这件事情 对 都是描写一些可见的事物 可是抽象画呢 却打开另外一个可能性 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纯粹的颜色 纯粹的形状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动人的题材 他不用依附在任何的题材上面 那我们来讲一下说 我们第一幅看到 有印象的抽象画作品好了 你呢 我不记得 如果以美术课本上来看 当然就是像康丁斯基 莱蒙德里安那样子类别的 会介绍冷热抽象是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记得第一幅 真的没有很有印象 绝对是哪一幅 我连刚刚吃什么都忘了 那你需要一些医疗的帮助 对 我是建议你可能去 先去那个吃一些隐性的部分 我自己觉得的话 应该是 类似蒙德里安 或者是 就是那类的风格 荷兰风格派的作品 因为在幼稚园里面 很常会运用到那种颜色 比如说在围墙 然后还有比如说 大象 那些雕塑作品上面 很常会用到那个 荷兰风格派的用色 就还有格子啊什么的 所以 不一定是作品 就只是用色而已 就是 我自己感觉 一开始应该是先接触到这个 比较入门吗 他们比较好 比较好入门是不是 视觉上比较刺激吧 比较活泼鲜艳一些 比较活泼 因为如果放一个 比如说 想不到 我会一直超写实的大象 很恐怖 吓到 对啊 那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抽象的话 就 有办法 定义它吗 比如说抽离具象 有这么简单吗 其实我 我蛮喜欢你刚才讲的这个 小朋友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呢 它表达了一件事情 就是 人最小的时候 你画的第一幅画是抽象画 对吧 所有的人 小时候画的第一幅画 都是抽象画 嗯 所以你说我们今天 到后来要回去再去学说 怎么样看一幅抽象画 怎么画一幅抽象画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嗯 好像有一个回溯 好像有一个 反扑归真 去看待事物的能力的再开发一样 嗯 那所以刚刚提到说 小朋友看到一些纯粹的色彩啦 或是线条啦 他可能会命名说 哦 这个是爸爸 可是你看到是一个 一团抽象的东西 对 因为他是 他还不能够掌握他的手 他还不能够画出他的形象 他用属于命名棋 在命名他所画的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是抽象的 嗯 所以我很可能可以这么说 就是小时候的我们 那个我们已经忘记了当初的记忆的那个我们 很可能是出自抽象的感官 在后来是慢慢经过教育 慢慢具象化了 慢慢写实化了 嗯 对 那如果不是从 我们要继续小朋友的部分吗 因为小朋友的部分我们 可能 不然我们就一样 我们都 我们都问好了 来宾我们都问这个问题好了 就是小朋友的艺术 是否为艺术这件事情 会不会又聊太深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有 一些主题都有查一些资料 对 或是一些新闻都会显示 他们把它比喻成毕卡索啊 然后 什么毕卡索转世啊 对对对 然后说毕卡索 他们画的是抽象艺术 但是其实毕卡索也没有纯粹的 往抽象的方面去走 他还是有一个 可能半抽象 或有这个抽象的概念在 他的作品 不过 像我们会很怀疑说 那些孩童 所画出来的东西 他是不是 真的是抽象 或是 甚至是不是艺术 对 有一句话这么说 就是说 小朋友的游戏是艺术 大人的艺术是游戏 那这一句话 我觉得已经表达出来了 小朋友的游戏是艺术 因为其实 小朋友他不在乎我画的什么样 他在乎是我画 我在做这件事情 我有没有去 我有没有从中有趣味 在意成果的是大人 对吧 所以说去才艺一般 父母会希望看到他的成果 可是其实 真正好的才艺班 是让孩童在接触的时候 充满乐趣 他才会真正喜欢跟享受艺术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是 我觉得阿诚很有这个经验 对 因为我这礼拜刚辞职 就是我原本在教小朋友 然后已经有经历过很多次 小朋友的家长不相信我 因为 我不动小朋友的作品 而且我也不规定他们要画什么 所以家长可能回去看到他们的作品都会想说 这到底是三小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送去 花钱送去给老师教 然后教回来这个 他好像想说老师没在教 或者是说他在家也可以画 但其实我是在引导小朋友 就是对自己的生活要有敏锐度 然后观察自己的生活 然后我一直在引导他们就是把自己的经验 再掏出来 然后放在他们的作品里面 但是因为他们反正技术 技术层面的东西 我是把它摆在第二 所以我就在技术上并没有那么要求 对反正主要是 那个概念要先教他们 但是家长都不相信我 所以已经有好多小朋友都是 来了 然后又不上了 然后又有新的来了 又不上 而且他们来了都是说 相信这个 我这个老师的教学理念 因为他们都会先看到我的教学理念 然后才选我的班的 然后结果上了几个月又走了 我真的会建议你 第一堂课不是小朋友来上 是家长来上课 你要先让这些家长知道 整个的教育的相关性 他知道说 我教学完以后 学生的作品 他们该如何面对学生的作品 然后整个的东西 真的很透彻的理解之后 他们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去表达他的赞美 这个孩子的作品 会一个适当的赞美 不会过度赞美 也不会讲出一些话 然后让孩子反而确于哪比 反而影响了他孩子 本身学习的单纯性 我觉得很多父母会犯这个错误 因为他们不是学教育的 可是老师有这个责任 先教父母 所以前面先教父母 然后之后呢 才是小朋友来上课 原来是要这样子 先爸妈来上课 真的 真的很需要 因为他们 他们都会说什么 因为我已经听到很多家长说 那这个我让他自己在家里也会画 说我不会 你自己在家他画的不是这样 他分辨不出来 对 我觉得才需要这个专业者跟父母 好好的沟通一下 因为他们真的不懂啊 他可是不懂 如果说你花了99分的力量去教孩子 可是一下课之后 立刻被爸妈几句话就打回原来的起点 甚至于抹杀掉了 非常可惜 真的很可惜 而且他们都认为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科目 他们好像来上课一般就是要学好这个画画的功力 有没有 然后因为我也听到小朋友说 妈妈说下礼拜要去上别间画室 因为那间画室就是教的比较厉害 我说可是你在那边上开心吗 他说在我这边上的比较开心 但是妈妈想要技术上 他看到他回去就是画到一张很漂亮 可是有可能是老师画的啊 对不对 但是反正我已经辞职了 我说我不想教了 真的很遗憾 我说很多很优秀的儿童教育工作者 被家长抹杀掉 然后以至于离开这个教育职场 非常可惜 那反而是那些很明白父母的期待 要看到什么 做给他看的那些才艺班 那些美术老师 反而在那边长久在那边 真的啊 站在这个位置 赚很多钱 非常可惜 对 但因为那个反正呢 也有人跟我说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 这样会讲太多 会透露有一个同事啦 啊他的班就是教的比较多学生 这样子 然后我也知道他教学方式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 去改变我原本的理念 然后去 算是做给家长看吗 就不愿意 所以就很难啊 好难哦 好聊太远 对 刚刚是讲到什么 为什么讲到这个啊 讲到抽象艺术 对那我还要想起来 有一个家长真的有来上课哦 就是陪他的小朋友来 然后他就 他的小朋友在中班 他就拿了他的蜡笔 他没有学过的话 他就拿了蜡笔 然后他拿一支蓝色的蜡笔 我给他一张扒开的纸 他就开始在上面这样子涂 然后他就是要把那张纸涂满 但他在涂满过程中 妈妈一直阻止他说 你这样画蓝色是不是在画池塘啊 还是要在上面加鱼什么的 但我都假装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说 你就继续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就继续把画子涂满 超满 然后涂满之后他换黑色 然后再把黑色蜡笔再涂满 然后整支蜡笔就没了这样子 然后结束之后妈妈就说 他不要上 他说老师没有在教 那张画我还留着 我觉得那张画很 就是 为什么就不让小朋友做完他想做的事情 而且那张画其实蛮赞的 虽然小朋友可能只是在满足 他某一个想把那个画面填满的欲望 而且也很酷的是 他没有受限于边边 然后他就给我涂在桌子上去 他涂在桌子上去 但是我就想说 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擦就好了 我觉得很棒 就涂吧 但妈妈不要 妈妈说他不要来 因为我就是非常气愤 我必须要就是 上一半刚辞职 那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抽象是什么 刚也有说过 可能是看不懂 因为没有一个具象的事物 或是视觉观感可以参照 或说不出是什么 但是也许他说不出什么 才是什么 就是他可能可以从 这个为什么里面去找 一个感觉 或是他不一定要很具体的描述 他才可以成为一个论述 他可能是来寻塑一个 可能的或是发生过的经验 那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什么 那一般我们抽象艺术 大概很容易被整理成两个脉络 对不对 一个是所谓的冷抽象 对 就是比较冷理性的 另外一个叫做热抽象 比较感性的 对 那这两个脉络当然是抽象艺术发展 非常重要的两个支派 这两个支派都有他很深的渊源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康丁斯基 就属于乐抽象的 他在做抽象画的时候 他整个的脉络就是一种感性的 就是有感性去发展出来 他有可能比方说听音乐 听音乐把你的感情抒发出来 他不是透过分析 他是一种感受的抒发 是比较抒情式的 那这当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你如果往上追溯 你会看到 他们的上游 你会看到反骨 你会看到高跟 这是赛上对他们的启发跟影响 尔曼最后发展到一个 他的作画原则呢 推展到一个极致之后 就会必然诞生所谓的热抽象 好 那另外一个脉络呢 就是所谓的冷抽象 蒙德里安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他顾名思义 就是他是透过一种 比较理性的分析跟结构 如果说你把抽象这两个字 放进来这边 来检视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他把所谓的无用的造型抽离掉 只保留有用的造型 这样子一个过程呢 就叫做抽象 好 那这个的脉络 你往上追溯 你会追溯到立体派 立体派呢 他是把前面后印象的 这个赛上的作画原则呢 他往前进化 再把它推得更极致化后的展现 对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在立体派的时候 基本上他还有分为两个 一个叫做分析式立体派 一个叫综合式立体派 对不对 那分析式立体派呢 就很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个原理 就是他是分析物象 把它抽离精简后 留下最精华的造型 加以组织而形成的 可是综合式立体派 比较拼贴式的 他认为说 这些造型色彩质感的 一个拼合 是一个独立的美感 他不需要依附在 这个原来的东西是什么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抽象脉络的发展 从过去以前的描绘东西 经过赛上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转向 就是开始可以认定 我要画的造型 可以是纯粹的点线面 还原成比方说圆球 圆柱跟圆锥 这个最单纯的造型 它组合本身就可以有美感 它不需要是把东西画得很像什么东西 这条路线经过这个立体派之后 再到蒙德里安 就把这样子一个概念成熟 更新完备 就出现了所谓的理性的抽象 所以理性抽象相较于感性的抽象 它是比较思考的 它是比较多的这种分析式的 把物相加以淬炼 可是去无存经 这句话我们都会说对不对 对 可是什么叫无 什么叫做经 这个就很多深奥的学问在里面 哪些造型叫做有用的造型 哪些叫做多余的造型 这就是他们在探讨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抽象化会难以理解 它确实是属于精英的 它是需要经过很多的锻炼以后 才具备了足够的眼界可以观看 特别是理性抽象 那感性抒发型的也是一样 就是要能够观看它们 其实需要具备相当多的视觉经验 甚至于对美素史的脉络 要有一些认识 你才有办法进阶 慢慢进到那个层次 对门槛比较高 对那冷抽象跟热抽象 是认为还有需要 现在当然以前 他们就是有这样子两个 但你觉得现在 我们还有必要去分说 你的作品是冷抽象 你的作品是热抽象 因为像我就觉得 我应该可以分啦 但是就觉得说好像又怪怪的 分了好像又怪怪的 对不对 其实今天我们再来谈 什么是抽象 也是有点过时 是啊 可是虽然是如此 我们很多的民众 还是不了解这一块 对 所以它还是有被重启 重新再探讨的必要性 可是如果放在整个 美术史的脉络里面 我们今天要谈抽象的时候 其实它显得更多元 后面还加入所谓材质抽象 比方说打笔 他就又不是在前面的脉络当中了 然后你如果严格来看 抽象绘画到了后现代之后 常常是理性跟感性定制的 其实它符合人的一个感受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理性 对吧 也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感性 其实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感性的一面 也有理性的一面 那这个符合我们一个真正 一个全人的状态 所以呈现出来的作品 如果是这两个并制的 其实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当然我们往前追溯 它们整个脉络的发展 没有前面那些前辈的奠基 后面也不会得到这样的自由 还是要把它放进 我们讨论的脉络里面 也不能说都不讨论是吧 那就休息一下喝个水 10秒钟 框外艺术工作室 成立于2020年台中外谱 合法营业 美术班升学 美展比赛唯一首选 常态课程有 素描、水彩、油画、漫画 成人班等课程 该有的都有 另有设计项目 名片、海报、logo 排版等委托请FB洽谈 FB IG请搜寻 框外艺术工作室 画框的框 外面的外 艺术工作室 框外艺术工作室 好我们回来了 既然说到抽象艺术的话 或者是抽象绘画 那当然不免除了要谈一下我们自己的作品 对 应该前几集如果大家都仔细听的话 认真听每一集 就会知道 应该会比较了解 阿诚的部分 会油画创作 我的创作其实像老师刚刚讲到说 感性跟理性并致 我就觉得说好像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的创作呢 一开始我会在画面上用比较 我说比如说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画面上会相对的比较感性一点 就是让我的我要说的东西全部都 然后全部在画面上 然后没有遮掩的那个状态 然后呢 那个时候其实我很不喜欢别人看到我的画 我喜欢别人看到我的画的时候 是就是已经结束的 因为那个中间那一段过程其实很落露 然后我会在那一个阶段结束之后 会覆盖 我会不断的用一个颜色去盖住我画的 但不是全然的覆盖 是有点半透明的 然后盖好多好多好多次 它会变得沉下去 几乎看不到 但是可以感觉到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就是骚动 对对对 所以就是刚刚说的两个阶段同时有出现 因为我在覆盖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多感性 我在覆盖的时候只有关注在我要留多少 我要让哪边比如说漏出来多少 那我这边为什么要盖这么多这样子 就是很理性的在处理画面了 只有在前面那个部分是很感性的 所以我觉得 对啊这样是冷抽还是热抽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抽象的分类的必要 还是就是对 那你咧 我自己上学期的作品比较 因为就是材质上的变化 那变化我是以很尖锐的东西去在一张纸上 重复反复的割它 它就会有一条一条的线条 但是那个线条到后面会因为纸材的不同 会依据纸材被挑起的那些纤维或是 穴穴吧 它会有一种也是像浮动的感觉 但我不会去掩盖它 它就是有点像我当下施了多少力 我给它多少它就会反馈多少给我 所以那些上面的毛穴会比较偏向热抽象的那种感觉 一种感性式的 它不会在我预期内的 或者是也可以说它是预期内的一种现象 因为我知道我多少递给它 它就会有多少反馈 但是如果以这种 如果不看那些穴穴的话 它其实非常沉浸跟极度理性的一个状态 但我也是觉得说我是冷热都在交织着 在那个画面中 它真的没有太过绝对的偏向那一 其实你看我们回味一下 在抽象化很快分为两大类的时候 你仔细再检视一下 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热抽象 感性抽象 它也不完全热 它也不完全感性 它后面还有很多收拾动作 对不对 它还是被哪边要留存 哪边不要 这边难道不理性吗 它还是理性 我们因为美术史的分类 方便人家去认识跟理解 所以把它说它是感性抽象 那一样的 这个理性抽象 难道它一开始就充满了算计吗 算计 可能又不是 可能它也是有一个感性的一个出发点 只是它整个的收拾态度 偏向于理性的一个表达而已 所以今天见到两位主持人的作品里面呢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两个东西无法绝对的分割出来 它可能成为你作画当中自我辩证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感性的出发 还有理性的收拾 反复交替前进 哪些部分呢 你会可能会享受 这种在感性抒发当中 所带来的一种画面的质地 或者一种情境的塑造 或者是某种机理的表现 可是当你在收拾画面的时候 你为了要完成它 让它画面每个部分 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你必须经过一个理性的筛减 跟态换 或者是说涂抹等等的过程 来让最后的存留的结果 是你最符合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这两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理性感性 反复辩证 反复推演的一个机制 这好像跟我们之前 讲自动性技法 这一个有点像 我们会说自动性技法 好像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去 做这件事情 但是其实它是有意识的去 控制它 控制要什么时候停止 或者是他要选择什么颜色 好像都跟刚刚老师说的 那个有一些类似的概念 自动性技法 我想我再延伸一点说法 比方说最代表性的人物 Jackson Pollack 这些艺术家 他们为了达到那个 忘我的境界跟状态 他们透过一些方法 比方说喝酒 有些艺术家甚至于是吸毒 就是让自己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 然后在潜意识当中 逼现出一些很有趣的一个造型 他自己也这么说 就是他在喷洒低流那些造型的时候 看起来是不可控的 看起来是不能掌握的 可是当他操作这个材料 熟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其实是可控 喷洒低流作品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创作意识的 而不是真正一个好像所有的人都可以喷洒出来的一个状态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在那个餐盘上面乱挤那个 有没有 番茄酱 是不一样的啊 人家是 曾经有一个 一个人在开玩笑你知道吗 一个国外的可能是学者 我不知道 他拿了一张画 然后宣称是Jackson Pollock画的 然后给一评价看这张怎么样 大家好认真看哦 这个小朋友要挤出来告诉我们这张画要怎么评评 可是在大家讲完之后他忽然说这张其实是一个抹布 并不是Jackson Pollock的作品 他要借着这个举动来嘲笑这些抽象绘画者 你们以为你们懂吗 我给你们看 你们刚刚讲半天多好多半 怎么不这样 其实只是我桌上了一个擦颜料的抹布而已 你说多么的讽刺 比如说难道我们是这些做抽象绘画的人是在一个 做一块国王的新衣吗 还是他真的有这个鉴赏的高度 或是有一个标准可以去看呢 可是如果要说到标准的话 刚刚提到的那个康丁斯基的那一些书籍 他是用来说我们是怎么去构成一件抽象绘画吗 还是他也可以把它纳为说我们如何去鉴赏 因为其实如何说好或坏 或者是怎么去评论一件艺术作品 好像都是很主观意识的事情 他觉得他喜欢就是这样 或是他只要 对就他就是喜欢就可以怎么讲 那像刚刚说到的说 拿一块抹布 然后给大家看 说是那个Pollock的作品 然后又去讽刺说那些人的行 他如果说他们没有一个脉络 或者是一个规范可以去定义 抽象艺术是什么的话 那他的定义又是什么 所以康丁斯基你看 他最开始在做抽象艺术的 他已经遇见未来了 你了解吗 预先看见未来了 所以他才去写这些书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去读过他的书 你就会知道说 他的研究非常的严谨 而且很科学 不是说把自己的感想写一写 心得写一写 不是 他是很科学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知道他早期是学法律 你就知道他有一个读法律的头脑 所以他把那些造型 做了分解 然后他到底形成什么样的 视觉的心理 做了一个解析 他对应说 某种乐器 什么乐器 弦乐 鼓声等等 去对应他是什么色彩的表现 所以他是把人的感知 跟造型之间的关联 产生一个联系性的一个研究 所以今天在美术系里面的教学 如果懂得应用这套原理 其实学生们对这些造型原理 造型美感 他会有感知能力 他不会认为说 我把东西画准的画像 就是叫基础好 它只是一部分而已 对真的 那说到基础画像好了 那因为我们有看到资料 就是老师其实是 复兴美工毕业的 对不对 如果在这么扎实的写实 技术训练之下 为什么会转往抽象绘画 但其实是后面才转往抽象绘画的 对不对 但那如果 因为前面那个复兴美工 是真的很扎实的 对 那这之间有什么 就是困难吗 因为如果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就受这么扎实的训练 会不会之后要跳到抽象的时候 比如说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叫什么 很难一 很难一 对对对 我就想要讲很难一 我在想要怎么讲 舍不得抛弃之类的 是不是 对 其实我比在复兴前更早 因为我是美术班 我终究是美术班了 所以我比在复兴的同学呢 更早接触 所以绘画的技术 写词锻炼呢 我们比别人多一点时间 比较早启蒙 当然高中阶段 眼界要到什么地步 其实很有限 这个跟你碰到的老师 怎么样引导你 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如果靠自己摸索 很多地方可能要爬很久 可是你如果碰到一个对的老师 他可以给你一个 很快的一个转类点 让你看到不同的世界 那我个人的学习历程很有意思 就是复兴当然都还是具象的 不懂什么 顶多是写意 可是还不懂了 什么叫做抽象 连看后期印象派三大剧 这样我都看不懂 不晓得他好在哪里 当年我看赛上 我觉得这个画的不怎么样 怎么是大师啊 比例怎么会这样 对啊 透视也不太好 然后这个空间也推得不好 手也画太长了吧 为什么会是大师呢 那时候我真的不懂 可是有些东西就是 你非得要到了 那个阶段才看得懂 之后我就是出国去读书嘛 对 去了加拿大 去了意大利 去了美国 之后又去了纽西兰 去过很多地方 那我真正开始面对 到底什么是 自己想做的创作 是在硕士的时候 硕士的时候 我开始 我学了那么多 古典的也会画了 抽象还没有接触过 但是呢 印象派 表现派 各种的东西 都碰过了 虽然说都没有到达 多么的厉害 多么厉害 可是都已经具备 绝对的能力了 然后呢 读完硕士 我就回国了 去回到母校去认教 这段时间 是我要开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个展 那我就想说 那我要好好地展现 我的所学 那其实我已经画了 超多作品回来了 还是觉得 第一次个展 我要再画出 什么更好的 对不对 就在画市 就画不出来 画不出我在美国的 状态的作品 打爆那个状态 那个时候呢 我就做了一个祷告 跟我的神祷告 就是你来教我画 我不会画了 画了那么久 结果我不会画了 就他真的教我画 然后我就画出一张 自己不认得的画 那张画呢 绝对抽象 非常抽象 我自己都看不懂 是突然吗 就是从 呃 祷告完 祷告完 因为我等于是说 我就放弃 我不画了 然后就凭他 给我的感觉去涂 那这个感觉涂出来 当然是很抽象的 绝对是 没办法成为一张画 可是这个经验 对我很重要 就原来可以归零 原来可以把东西 抛弃 重新开始 其实真的是需要 一个转捩点 就是原来的 习惯的模式 能够被抛弃掉 其实需要转捩点 如果你不是碰到一个老师 能够一步一步引领你 进入这个眼界 要不然就是需要 类似一些 很特殊的一个经验 然后进入那个状态 刚刚提到一些 抽象艺术家 有些会透过方法 来让自己进入一个 忘我状态 对不对 那我个人就是 透过宗教经验 进入一个 很不一样的状态 好 那成为一个 我抽象绘画的开端 那各展办完之后 引起很 还不错的回响 但是呢 我却从那个时候 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后面的话 就开始有不同的追求 就进入抽象的领域 那那张画还在吗 不在 不在了 对不在 但是我觉得重要的 不是那张画 重要是那个经验 对没错 那那个各展有 融入这个 比如说之后 经验到这些事情吗 还是就是一样 是展美国带回来的作品 展美国带回来 因为后面画都不太满意 都没有进入那个状态 但是在美国 那个阶段的作品 已经有点抽象的端倪了 就是可以看到 比较新表现的风格 它已经不是一个 完全具象物 会比较多的那种 这种 半抽象 半具象的东西 并置在画面当中 可是 还没有进入真正的 属于我自己的抽象的领域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因为 像那张画 那个转类点是一个抽 是一个 是一个宗教性的经验嘛 对不对 但是 跟之后作品 关注的内容 会有关系吗 因为你知道 那次经验是 我等于是自己都不晓得 自己在干嘛 只是一种感受而已 可是这个 开启对我很重要 这个开启呢 让我开始忽然间 好像看懂 所谓的抽象画 从历史脉络 以前是知识性的理解 你知道什么 理性抽象 感性抽象 可是那次经验之后呢 它变成是 有理而外的感受 去感受这些抽象绘画 然后后来 我在教学的时候 对我很大的帮助 我在分析作品 理解作品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 砍进去 可以砍到骨头 看到里面 很深刻的东西 然后分解到 成教学的内容的时候呢 就变成非常的生动 然后可以把它 最核心的要义 能够传达出来 对我很有帮助 不论是教学 或者是创作 那之后呢 因为是 本来是一个 宗教性的经验 可是它开启你的思想 开启你的眼界之后 眼睛看到的东西 跟过去不一样 那慢慢 你就知道你在做什么 一开始是 好像跟信仰的 一个是一个连结关系 那可能是 它在前面 我在后面 可是到后来 变一个并质关系 是一个同步的状态 我呈现 我理解 反复 这样一个同步前进 所以你要做什么 的东西 就越来越清楚 了解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之后还 我们下面有一个问题 是说抽象 能不能有步骤 像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跨很大步吧 的话 我们可以说它没有 一个改变的步骤吗 还是 其实有 但是比如说 要到真的 体会到之后 然后再回头看 才会发现 其实自己是有一个 迹象 然后慢慢出现 变成这样子 直到那个时候 才发觉 像是 你如果Sharding看的话 你会觉得抽象 可以有步骤吗 我觉得是可以有 在某一堂课 大概高中的时候 上过一堂课 那个老师是 用蒙德里安的树 来引导我们 怎么进入抽象 或者去理解 它是怎么形成 然后它的树是 一开始从一个 具象的照片开始 它慢慢去 一步一步把 刚刚说的 不必要的行 或是 不必要的条件 抽离之后 慢慢一步一步的 得到最后 只剩下可能 树干树枝 那那些树干树枝 可能不会分界 那么清楚 它就变成一个 可能弧线 或者是直线性的现状 足够了这一棵树 那它也把后面背景 可能很复杂的 把它变得平面化 或者是色块化这样 对 这是一个步骤 那我们学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不是说 看到抽象化 它就是绝对的 你可以做到 这个最后的这个境界 它是有步骤 可以依循的 那像我自己的经验的话 其实在上这项课之后 或之前 其实我就开始 除了上课以外的作业 在其他时间 自己也会想画一些 自己的东西 那时候就开始画一些 像几何抽象的构成 但是反而是 那一个几何抽象 构成的那个发展 是从几何抽象 慢慢发展成写实 也不一定写实 它是一个具象的石头 那它这个过程中 其实 以现在来看的话 我现在不会再去画 那些几何形体的结构 但是我在画那些石头的时候 我会知道说 我在那个手法 其实跟 之前画几何抽象的时候 是一样的构想 就是那个构成概念 它我还是有在 看似平面的 那个石头里面 因为我都只是用手 或用那个签字笔这样画 都是差不多的 形体吧 或者是我自己去 构想一个石头 可能长得像什么样子 但是那些 如果要再撇除掉它 可能又说是 不必要的那些条件的时候 在拆解拆解拆解出来的 那个构成跟形象 其实就是 几何抽象的形象 它其实是一个 有连接性的一个过程 我也给学生画过 蒙德里安的树 是真的 但是呢 它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性 同样的教材的概念 它可以引导出 很大的差异性 就像奥基夫讲的 其实抽象的表达 是基础 可是我们 我们往往把它当成 是一个高端 是一个学习到 什么地步以后的 高端的一个 知识含量 可是在他看 抽象的概念 是基础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翻转 我也觉得说 在学习的时候 不是长到什么地步 才能接受 这个抽象的一个 灌溉跟概念 它其实在 基础某个阶段的时候 就可以有进来 这项的东西 然后交互成长上去 这样是最好的 那刚刚讲 蒙德里安的树 一开始当然是画 那样红树 是一个比较写实的 比较接近 后印象派的 一个表达的方式 它是重视树的 结构跟观察的 但是呢 第二张的时候 通常会拿出 灰色那张树 好 灰色那张树呢 它把它造型化了 所以它造型化 并不是 把小枝砍掉 留下大枝而已 不是 除了是这样的概念之外 它其实更多的是 把这些造型 开始做得 很调理式的 一个组织 留下所谓的精华 把枝为末节丢掉 不是把小枝砍掉 这个理解上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这些 留下的东西 是已经经过造型化的 所以它叫新造型 这个树已经被造型化 可是基本上 你还可以理解 它是一棵树 对 对吧 可是第三张 我们会拿出另外一张 就是几乎已经无法辨别 它是一棵树了 已经剩下一些 弧线的一个复合体 好 这边表达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这样介绍 就是它本来是画一棵树 它在画这些树的组织 在红树的时候 树的构成的美 到了灰树的时候呢 它画的是 强化构成的重要性 而弱化 它是树的特征 所以属于树的造型的美感 它的造型化之后的树 可是第三张 这个树不见了 它只留下造型的美 而把树完全丢弃 好像这棵树升华了 成为一个空气般的存在 可是这棵树变得无所不在 它是一个境界 那老师你觉得在 你把这一个蒙德里安的树 介绍给同学之后 他们的反馈是什么 像我让他们画 我会蛮严格的 去画 我会看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有没有那么懂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还是你只是做这个动作 可是并没有进入一个理解的状态去做 这个差别很大 一样都画出作品 老师要先从作品当中 读出这个学生的理解在哪里 然后找出他的问题在哪里 理解他的观看的方式 他的观看方式会决定 他处理出来的样子 所以其实透过画面是对话的 那他理解以后 也看到 画出来是理解 一看就知道 无法骗人 然后才会有办法见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他的一要先做 就是充分的一个写实的一个观察 掌握住这棵树的成长的原理 所以他是忠于自然的 在忠于自然的情况之下 才看到他的造型的一个发展 他的对于这造型的归纳 形成的那个另外的造型 是不是有把造型的美感淬炼出来 还是只是把他 我们刚刚说的 只是把小枝砍掉 留下大枝 可是没有规划 没有再组织过他的美感 他变成是粗略版的前一张而已 可是他绝对不是粗略版的前一张 他是要进化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判断 可是老师面对很多学生 其实难度很高 你不是面对六个人 你面对可能几十个 所以就会有形成一个挑战 怎么样让学生看得到 让学生能够看通以后 他就踏入这个门 这是在几岁 不是几岁啊 几年级的时候的学生 做这个训练 这个课程呢 我让高中生做过 那很棒耶 那很多学生在这边得到养分 然后他们在最后 在看作品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他们眼光就不一样了 因为已经被翻转 很不错 因为我们都是觉得 应该要早一点有这种训练 不要前面都是技术性的训练嘛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还不错 那所以像蒙德里安的这个树啊 我不知道你们 但我印象中以前的美术老师都会说 他把树简化了 所以目前我们是觉得简化这个字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啊 要用归纳 也 造型化 造型化会好一点 造型化不错吧 对 不错吧 反正不能简化就对了啦 表面看简化了 可是其实他的精神是造型化 对 好记住了哦 美术老师们 应该有在听吧 要跟小朋友讲对的啦 好那我们蒙德里安结束 那我们来聊聊老师的作品好了 现在就进入一个比较 比较那个 放松吗 小轻松小轻松 聊聊老师的作品好了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聊呢 老师你星座是什么 天秤 天秤 又是天秤座 又是天秤座 很多艺术家都是天秤座 真的吗 真的 我们做很多介绍艺术家的集数 然后很多都是天秤座耶 真的啊 是不是毕卡座也是天秤座 不是他是天蟹座 不是他是天蟹座 还有谁啊 10 11 12月的很多 真的耶 好多天秤座哦 又来了 这是我们节目的那个脉络 又是天秤座 那我们来聊一下老师的作品 老师最近有什么 新的什么好货吗 来 因为我们刚刚聊了 老师对于那个抽象的看法嘛 应该算是有啦 对不对 那比如说像近期 有没有什么新的 不一样 跟有别于以往的 那些看法的东西吗 会不会一下问新的 问太快 没关系 我们先聊新的 其实我觉得抽象艺术 我后来有一个系列 一直在继续伸绝 那个系列 称为大象切片系列 大象不是动物园那个eleven 是老子说的大象 无形的那个大象 那大象系列呢 这个系列 它是反映到 我在之前的那种 灵性经验之后 看大自然的时候的体验 就是我会看到 大自然当中 一种隐藏的力量 非常的有意思 它等于是一个 这个生命力的创发力量 让它生生不息的力量 那这里面充满了活力 是肉眼不能见 可是你也感受得到 那我觉得抽象 很适合去表达 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感受得到 可是肉眼表面 无法察觉的 它真实存在 所以我们去表达的时候 它就会具备一种 所谓的共感 所谓的公共性 抽象艺术走到后来 会变成好像死无童 就是因为被诟病说 它失去公共性 别人没有办法共享 只有你这个人 可以独享而已 你讲出来 别人看不懂 无法体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抽象艺术继续走 它必须要回到 所谓的 对于这种共性的 一个探讨跟关切 那你的作品的一个展现 才能够为人所分享 那当然你可能 无法所有人跟你共感 可至少有部分人吧 不会是完全都无法 那这个大象系列 在讲的就是一种 大自然的 生生不息的创发力量 你可以解释说 比方说下雨 雨变成河流 河流蒸发上去 它上去一个循环 或是说 生命的窟窿的 一个变化的循环 这些东西 那大象系列呢 它不是油画 也不是水彩 它只是素描 这个表现而已 可是素描呢 在这个系列里面 成为一个创作的 一个媒介 因为它的一个 呈现的概念 我觉得很符合 我要追求的 一个表达 因为素描很贴近于 艺术家的第一个感受 第一个感触 它是最直接的工具 那所以这个系列 还在发展当中 已经追寻了很多年了 可是我不觉得 我已经完成了 它还要继续走下去 对 刚刚说的素描的部分 是像 有些是用割的吗 在纸上割吗 还是那个不是割 因为我们看图片 我觉得是 那是用 很像刀子割的吗 还是那不是 比如这一张 对啊 是吗 这个哦 它是探笔 它是探笔哦 我一开始画呢 都是在马分纸上 画了很多 在马分纸上的作品 我让我的探笔呢 直接用像刀一样的去切 笔是整个躺在板子上 这样这样切的 那这个切片的意思就是说 我无法真正在一张画面当中 传达出这个伟大 奇妙的大自然 它充其量 只是一个切片而已 甚至于 讲切片都还太夸大 它连切片都还不算是 因为它只是一个 微微的看见 好像已管亏天 看到一些讯息 所以它必须 它是一个系列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它做不完 因为这个世界 还是变化当中 那其实这样的观点 其实有点东方的概念 所以它就连接到东方 对自然观的一个体会 所以讲大象 好 那可是 所以也就是说 在作品当中 你可以看到一些 好像类似水墨画当中 对笔墨 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那探笔为什么成为 我很蛮喜欢的一个材料 或者你不是 拿水墨来画就好了 因为它的可动性 它可以擦拭 它可以修改 那这个可擦拭 可修改 这个变动状态 很符合 我所感受到的大自然 那水墨画就不能改了 对不对 对它就是必须定格在那里 所以它这个特性 成为我选择探笔的原因 如果最近我碰到那个 林洪文老师 他就跟我说 诶 王老师 这个作品 有没有办法再画更大 因为 我用马分子 每个人他都要问这个问题 马分子他全开码 再就不能跟大家要拼 拼就有限 对不对 那后来他讲这问题 我觉得诶 不错 讲的 问得很好 我就在思考说 那我怎么样让这个作品的 找得到纸张可以更大 就发现马分子 大概你找不到更大的 除非你有办法去拦截 上游工厂 对 还没有 还没办法卷 很厚 一卷就坏了 它必须整个 可能就是裁切前 就要拦截它了 可是我们大概 没有这个能耐 那后来我就去找别的纸张 来取代 目前还在实验中 你刚刚说 有没有新发现用 就来实验说 我如果不用马分子 用别的纸张 它可以比较大张的 能不能够满足 我画面的 在萃取 萃点涂抹涂改的时候的需要 对 洪文老师真的是 很爱问这个问题 能不能再打 话多大 他都问能不能再打 不要再逼我了 我好像早上去帮他当TA 然后他就 问了一个学生 那个学生的图大概 三号还五号的 油画布大小 他就说 你要不要画大一点 然后他就 那个学生就笑笑说 OK啊 说一百号吗 我就想说他应该是 学生以为他在开玩笑 他也以开玩笑的方式 在跟老师回答 结果老师就说 对啊 当然好啊 油画之前就是有同学 问那个洪文老师说 一百号为什么大家都 画那么大 然后洪文老师就说 一百号应该是基础吧 一百号应该是 大家的基础吧 我说OK啊 因为我真的蛮好奇 因为刚刚老师有说到 有去纽西兰 那他 因为毕竟是南半球 但是我不晓得 这有没有差异性 除了天气以外 是相反的 那有没有跟其他 你去过的其他国家 有什么不一样地方 是要聊旅游吗 就是在当地 所感受到他们 因为既然是去学习的 那必定看了很多艺术作品 或者是 知道了当地人的一些习惯吗 或者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就是还蛮好奇 那边的状况 是怎么样 这就是纽西兰 当然在艺术的版图来说 很容易忽略它 他们在当地最有特色 当然是他们所谓的毛利文化 毛利的艺术 纽西兰跟澳洲 他们的艺术展 其实他们也都在看欧美 所以他们的诗诗啊 整个展演的一个概念 也是跟欧美有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基本上 你到纽西兰 跟到欧美的感受会很像 那可是 当然你到欧美第一战场会更直接 你面对的这个画廊也好 学校也好 是更直接的 但是纽西兰提供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环境 就是它养比人多 养比人多 所以你在那边其实是很容易放松的 你到那个环境的时候 你如果很专注创作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场域 你在那边不会有太多的搅扰 不会有太多的杂音 然后你也不会太容易受到 周遭一切的影响 你反而是到那边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沉淀 然后再去省事到底你要做什么 会有一个距离的判断 我觉得对创作来说是好事 所以是更能够体会 就像你刚刚说去观察一个自然的 给你的感受会更强烈吗 对啊 它那边自然也很美 我看到很多很美的自然 像那个魔戒拍摄的场地 南岛 真的很美 你会赞叹你没有到过的那种山川 那种整个的地方 真的很非常的震撼 那这个可能是在我在别的地区 当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有不同的体会 那以我这种画这个天地之间 那种大自然的创发力量的人呢 在大自然当中的体会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我不是对景写生嘛 我是把这些各个地方游览的经验 这各个地方的体会 蕴藏在里面 到画室创作的时候 流露出来的东西 其实跟这个水墨画家 他们一样游山玩水 然后这个长江万里就出来了 就是他画的东西不是 像细画拿着板子到处去画画 不一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东方他也有所谓的 收进其风打草稿 他也是重视观察 重视现场的一个表达 可是他更多是收集 更多的体验 然后在咀嚼后 内化后再流露出来的东西 跟西方直接视觉观看 投射出他的观察结果 他的系统不一样 对 那既然到过这么多地方 会不会 比如说因为每个地方风景 一定差很多嘛 对不对 那会 他会间接或直接影响你创作的 在当地 比如说我在纽西亚画的东西 跟在美国画的东西 跟在台湾画的东西 会很 可以看得出不同吗 我很好奇的是这个 我觉得以我的方向来呈现的话呢 他不会因地因心情而改变 如果说这个画家 他是比较属于感性 流露情绪式的绘画 那你刚刚讲东西会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他如果不是 他是属于比较精神性的 比较属于那种内在的精神性的追求的 他比较不会被外系这些东西所影响 所以比较多会是心紧张 所以我到那边其实会面对一个课题 就是如果未来有 各位有机会去留学的话 就是他们会很好奇 你来自台湾 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国度 那你有你的文化 有你的背景 可是你学的是所谓的西方绘画 那你所展现 跟我们展现 他们会很好奇 你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会逼着你呢 会有一个自自我的一个检视 到底自我的寻根 这样的情怀很容易就涌现出来 那这样情怀的时候 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 就是过去我在求学阶段 在这个高中职的阶段 在复兴美工求学 那时候我没有那么喜欢水墨 我都觉得他们都画到千篇一律的东西 都差不多东西 就一直换换的风格而已 好像没有那么有意思 可是那些那些因为我很浅薄 我看不懂 我不能够品味他们 可当我在西方 受过这些教育的时候呢 我在回头看自己的文化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丰富 我看到过去所看不到的东西 他忽然间都生动了起来 然后各个各名家的这些作品呢 对我就开始有很深远的影响 才开始看得见 你走在山里面 你看不到这个山的外貌 你离开这个山 原来这个山是美的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离开这个 你自己的国家 你反而看到这个国家的样子 跟形状跟文化 你身在其中的时候 你不自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经验我也蛮深刻的 像先是从学历史来说好了 我可能台湾历史一开始都很烂 那现在也是很烂的 只是会越来越关注说 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件 因为它其实跟我们的艺术相连性很高 那也有像是可能去国外旅游的时候 会去像有些东南亚 就会发现说 其实东南亚的一些宗教离 其实并没有离我们很远 它的概念或是它的一种 在参拜的一种过程的时候 或者是建筑的样貌 其实都是有一个连结性 或者是有一个 是在这一个地区 东南亚或是亚洲地区 会卖卖相连 它并没有离得真的很远 它就是很像是 像是我去可能越南 我就会看到一些 你好像很熟悉的一个场景 然后可能回家 回到台湾之后发现说 对那就是我在那时候看到的东西 它其实是非常相像 那在这些经验之后 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 自己国家的力量 或是自己国家的一些 宗教啊文化等等 因为很多人都会从洋媚外 至少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 那就不说是谁了 他就会觉得说 国外的东西比较又大又美 又大又美 对 然后就会觉得台湾的 像他很讨厌宫庙文化 但也许我们一开始也不是很喜欢 但是不会到讨厌 但是我们现在 至少我会以一个去研究说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活动 为什么要走这么久 为什么要放鞭炮 那些大家会觉得很讨厌的事情 为什么他们还是坚持要做这件事情 它是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觉得那个还蛮 会是去尊重 对 然后呢去探源 对 然后了解之后呢 我觉得那个会有不同的态度 嗯 也是会看得更广 嗯 更深一些 这是学历史的重要 好 那我们最后一题 那因为老师之前有在 我们在看资料的时候 有看到老师之前说 抽象跟具象的分野 并不是必然的 这种分野也越来越没有必要 那老师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这个想法吗 嗯 你看就是说 其实一个好的具象画 嗯 它必须通过抽象美的解释 它不会绝对不会是你画的像就好嘛 对不对 它必须把那些形色值的组合 呈现出一定的美感的诉求 它才会是一个好作品 嗯 也就是说具象的东西 写实的东西 它能够美 它必须符合抽象的美 对吧 好 那同样的 如果一张抽象的话 它切断了我们的日常 切断了我们人的感知 它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设计 嗯 变成一个设计画面 一个美感的东西 它是不是没有生命 没有写色 那这样的东西呢 是无感的 所以抽象跟具象 你可以发现它 其实是互为表里 嗯 它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必要把它二分 嗯 好 那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 再回来画具象的作品 可是我在通过了抽象的洗礼 再回来画具象的时候 你再比较一下 它没有通过抽象之前的具象 你发现很不一样 嗯 那个眼界很不一样 你画的具象物 你在画的时候 哪边要 哪边不要 哪边应该要深刻 哪边应该要松 松掉 这些东西的一个判断 会变得更敏锐 变得更深刻 对造型的理解呢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嗯 所以抽象跟具象 你说有需要去分割吗 我觉得真的是 还要去很断量的把它分开来吗 我觉得很有问题 嗯 所以它的分也不是那么必然 因为你中我有 我中有你 嗯 那当然今天有人 做一个纯粹性的两方面的追求 我觉得都是好事 多方面都有人去做深度的研究 对艺术的开展是好事 可是没有必要把它分开来 没有必要好像成为两个阵营 好像你 你跟我是无 无不没有关系的 你不能交流的 嗯 其实这是荒谬的 嗯 嗯 不错啊 哈哈哈哈 没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就不要分蓝绿 哈哈哈哈 不是这么二元的啦 中间还有 对啊 就像你不要分什么 冷抽象这个抽象 他也是很并进的 嗯 对 就像抽象话也有画的很烂的啊 抽象就很好吗 没有 老是要努力吗 很差的抽象话 我们看了很多啊 哦 那具象话也很棒的啊 所以没有说 哪一个话种 优于哪个话种 嗯 也没有说抽象话 优于具象话 或是反过来 具象话优于抽象话 嗯 常常会有些 彼此相亲看的言语 我都觉得很好笑 嗯 好像说 有人甚至说 你就具象话的 写实话不好 你就画抽象吧 对 哦 我这次话真太好笑了 对 好像抽象话 好像一些没有标准嘛 你随便画的不像 没有人可以判断出来 完全搞错 嗯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真的大错特错 哦 那这个情形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要有分辨力 嗯 知道说什么样是 好的抽象话 有些是 真的不会是一张好抽象 它虽然抽象 可是它可能只是 形式性的表现 嗯 没有生命力的 没有那种 会感动人的力量 嗯 然后你看的就是 就是形式堆叠啦 它可以操作的很 很完整的某种形式 或者是说 做得好像很完整 形式都到位了 可是却 你就觉得没有 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嗯 那样的东西 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 打动人的抽象话 嗯 我相信我们看 就能够分辨出来 所以形式化是 呃 很多人在控诉 抽象绘画的原因 就觉得 就在搞形式 嗯 可是错了 因为 形式是它的表面的 一个状态 可是其实它 锤炼是内在的东西 哎 不错耶 我们的节目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那个 这么 怎么样 这么有知识系 这样流浪汉天润会不会生气 呃 它已经隔好几个礼拜后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一集 呃 能理解我们在说什么 你如果不理解的话 我们就继续讨论 不然就听史词 哈哈哈哈 帮我刷流量 对 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啦 对啊 好 那今天就差不多 先停在这儿好了 不然的话 可能会 就是很 很长 还是我们就录三个小时 哈哈哈哈 听不完 没有啦 我们之后如果我们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分 我们还可以再更深的讨论 然后我们再请老师 会来一起讨论这样 对啊 像刚刚那个什么 材质抽象那个 还是要现在讲 要现在讲 没有时间了 时间了 那就下一集再说啦 好 那喜欢我们的听众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potify跟KKbox 上搜寻最新一集的 阿特茶水间 Apple用户在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 也可以到IGFB搜寻 阿特茶水间 帮我们按赞 追踪加分享 YouTube会晚一周上传 想让我们联系 下方资讯 哪有我们的email 欢迎来信哦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哎 老师拜拜啊 谢谢 拜拜 那个 我觉得这一段 就接在那个啊 我们的那一集后面 就是彩蛋嘛 对啊 就当彩蛋 就大家 大家觉得这种 我觉得 老师皮肤好好哦 老师皮肤好好 就说帅哥吧 他用什么保养品 好好奇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 用什么保养品 哈哈 哈哈 好啦那大家觉得 这种节奏 跟这种 呃 资讯量OK吗 可不可以 麻烦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我们也还在找说 我们 如果来宾来的话 我们想要怎么样的方式 目前听到的都是很 很两 两边说法都有 就是 要 想要更深入的 对 想要更深入 又想要更轻松 那到底想怎样 就只能以 就是我们 又几集很深入 又几集是很简单 很轻松的方式来讲 嗯 不要脚踏两条船的感觉 我觉得 我蛮喜欢这种 就是很深入的聊天 可是 我又一直在 我有时候会放空 你们有发现 我有时候会放空吗 有 还好吧 有啊 你有发现好 对不对 而且我自己也会放空 我也会 不是我放空 我是在想说 我在听他讲话 然后想说 到底哪边可以放一个笑点 嗯 我 然后听一听 我就会开始放空 想说 啊 刚刚在说什么 我好像有点忘记 我只是在找笑点 嗯 我没有办法一心而用 我是在想说 他讲东西 还有没有 可以问的 对 东西 你说羊吗 羊 纽西兰的羊吗 对 纽西兰的羊 我想说 该不会他去 纽西兰拿羊油来涂脸之类的 也是有可能啊 对啊 而且 阿诚这一集太震惊了 太不疯了 对不起 可是因为我这个主题 我真的疯不起来 而且我发现 这一集都是你在带 是吗 对 有吗 都是你在带题目 可是我刚刚问的会很烂吗 会不会很那种白痴问题 不会 超级不会 只是就是 怕被老师牵走 这边剪掉好了 被鬼牵走 他老师是鬼啊 而且我也很想问他 我在问纽西兰的时候 我其实会想问 你有没有骑过羊 羊可以骑吗 这个问题很没礼貌 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他说羊比人多 那羊在路上是会攻击人 还是不会攻击 像袋鼠 在澳洲可能是会打你啊 我觉得羊会骑吗 这个问题很像问那个 花莲人是不是骑山珠上学 好不好意思 我就以一个很单纯的 很好奇说 如果在路上看到羊 然后他又很温血 你会不会跨上去 然后抓着他的羊帽 好 反正大家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啦 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要怎么跟我们讲 就留言啊 这还要人教 留在哪 随便啊 我们都看得到啊 视讯啊留言啊都可以啊 好像我们都看得到啊 不用等我们问QA 你们自己就可以来 我发现大家好像很喜欢玩QA 对 诶我真的很好 答题的那个对不对 我是看敏迪媒体 诶我们都没有看 蛤我有看啊 我都没有看大家的答案 哦 我有在看 我发现大家蛮喜欢按那个的 对 大家继续哦